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进到丽江古城了 我现在拖这个行李箱 走在这个路上 我感觉我的行李箱都要废掉了 住在这里应该很幸福吧 我的箱子 箱子要坏掉了 古城地面全是青石板铺成的 粗糙的 我的行李箱 拖着特别不方便 我的天啊 我太饿了 我太饿了吧 好,太多了 我找了一家可以看雪山的客栈 就是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 对面就是玉龙雪山 在那里 景色很美 环境特别的优美 这家客栈的环境很好 特别的安静雅致 那我们可以一起进房间来看看 有一个超大的卫生间 我可以在卫生间里跳舞 然后这个床 这个床是 我很喜欢的感觉 采光也很好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我前面有问过两到三家这种客栈吧 价格是在260 也有六七十块钱比较便宜的 我想办理入住手续 我想办理入住手续 您预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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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上预订了 请出示您的护照 请出示您的护照 您付一天的押金 您付一天的押金 请问一下WiFi密码是多少 请问一下WiFi密码是多少 我们现在在丽江里面 凤眼看过去全都是美景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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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古城真的很美 随便在哪里拍一张照片都是美的 上面还有咖啡厅 这种露天的咖啡厅好好 在这里坐一下 高营养 高蛋白美容 美容 美容 太害怕了 看着就害怕了 抱你好吃 不好吃 你这都不收钱啊 我不敢吃 挑战一下你自己啊 又是这个 太可怕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虫子 这个土豆饼怎么卖的 土豆饼个好 土豆饼十五块 十五块一个吗 对 非常好吃 二斤要不要 一百点五块 二斤要不要 不要 这个脆的 放大鸡吧 只要呢 嗯 只要呢 自然要一点吧 哇 这个是小鸡吗 哇 这个是小鸡吗 这是斑鸡 这是麻铁 哈哈哈哈 真是低 牛鸡帮我不吃 哇 这么小 嗯 太可怕了 牛鸡帮我不吃了 草莓一个 然后牛奶 牛奶一个吧 就一个牛奶 一个草莓 两个二十六 两个二十六了 嗯 特别神奇的 地方在什么 早上的时候 他们是吃饭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是酒吧 这条巷子 真的是特别漂亮 它的每家每户 门前都挂的 有这种小花篮 我教大家一个成语吧 因为我看到 就是丽江的这些巷子里面 都摆满了东西 然后特别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 叫做琳琅满目 就是比喻商品很多 然后眼睛都看不过来 来 这样子的 琳琅满目 雪山上的水 然后画了之后 流到下面 然后这个水 经过 整个古镇的千家万户 我们特别饿了 然后在丽江古城这里找到了一个毕生客 哇 这个篮子好精致呀 这丽江的 这些地方吃饭的东西 真的是特别贵 真心贵 普通的一份土豆吧 20 在昆明市只需要6块钱 6块钱 在这里20 我最近发现很多的朋友订阅了我 我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在毕生客 吃还是比较划算的 像这样的一个拼盘 好像是39块钱吧 然后这个拼盘里面都是我爱吃的 鸡翅 我刚吃的 这个是鸡腿 这个是鸡翅 吃不完的东西要打包带走 这样就不用浪费嘛 这鸡翅 这么越厉害了 如果这一刻是鸡翅 我看不清脸 这小鸡翅 就这才鸡翅 就帮你 就是上鸡翅 就放了 呢 我看不清脸 这个是外国的 这个是外国的 哇 哇 帅 好性感 太性感了 太性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